他是乐剧影派创始人 尹贵峰先生的入室弟子 嗓音清亮甜润 扮相如雅俊秀 他是清歌赛互奖选手 一首《月亮走我也走》 红遍全国 首部原创乐剧大戏 就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殊荣 他的艺术之路 写满了对乐剧 无尽的热爱和不懈的追求 他就是本期名角 乐剧影派小声《萧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赡兰之 rankings》 难分爱上 天上云追远 低下风吹烈 夜亮月亮新鞋江 我两会儿没说高 没说高 月亮早我也早 我送阿哥到桥头 到桥 桥 桥 阿哥诗歌好情愿 千里边将仙山烧 仙山爱上 阿 晚风悠悠吹 小河静静了 阿哥阿哥听我说 走吧 细宝 上回头 上回头 阿哥阿哥听我说 走吧 细宝 上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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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他 我还原名家本真 品读粉末人生 大家好 欢迎收看 绝儿来了 我是董艺 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 请到了乐举名家 萧雅老师 我们再次向你掌声 欢迎他 董艺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萧雅 非常高兴再绝而来了 和大家相聚了 刚才的那首《月亮走我也走》 那首歌特别好听 很多很多年以前 好像是80年代对吧 是的 就这首歌已经家喻户晓了 《月亮走我也走》 是在当初80年代 首先是在上海参加了 创作歌曲大奖赛获奖 然后再到我们央视 来参加全国的清歌赛比赛 也于这首《月亮走我也走》 观众认识了我 又是唱歌又是乐剧 这是先有的学系的经历 还是先有的唱歌的经历 其实我是从小就喜欢唱歌 妈妈也一路在培养我 让我去学钢琴 学小提琴 还学杂技 请音乐学院的教授 来教我发声唱法 妈妈对我真的是 也是培养很多 付出很多 那如果说到唱歌和学系 最早的时候 是不是喜欢歌更多一点 对 当初因为我只知道唱歌 我想报考上海音乐学院 但是报考音乐学院 必须年满18岁才能去报考 我当时才15岁 所以心里有一些失落 正好那个时候 上海的各个乐剧团 面向全是招生了 我其实当时不懂什么叫戏曲 后来我妈妈说的 她说这个戏曲乐剧 也是唱歌 也是可以表演的 我这一听有唱就来劲了 我就很开心地去报考了 上海鸿口乐剧团 也就从此开始了我的乐剧生涯 那真正让您觉得 在学习影派的道路上 或者观众也非常认可了 老师也认可了 专家也认可了 是在什么时候呀 我呢从系校毕业 我就回到了上海鸿口乐剧团了 那么当时在上海 有好多乐剧团呢 他们都有主打流派的 比如说上海鸿楼乐剧团 就是以徐王主打 静安乐剧团 是以七逼为主打 然后鲁温乐剧团是范章主打 那作为我们红果乐剧团呢 当时什么流派都唱 就是没有主打流派 我记得那个时候恩师 尹归方先生从福建 回上海了 他就到我们团来考察 考察之后呢 他就把影派定为了 我们红果乐剧团的主打流派 作为我来说 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能够得到恩师的青睐和垂爱 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幸运的人 因为有一次呢 我们开星期广播演唱会 我呢就在演唱会上唱了一段 何文秀 没想到就引起了恩师的关注 然后不久恩师就邀我到他家里去 然后呢就表露出来 就是享受我为学生 太好了 让我能够专攻影派 从那以后 恩师正式辅导我 我呢那个时候就与影派艺术 结下了一生的缘分了 那那个时候得到了影派戏迷的认可 那个时候还唱歌吗 其实呢关于唱歌这问题 因为我从小是喜欢唱歌嘛 慢慢的就静下来 我就思考 思考之后吧 我觉得我还是割舍不了乐剧舞台 毕竟我为他付出很多 我吃了几年萝卜干饭了 什么叫萝卜干饭呀 就是从小手演身法部 唱作念打翻打练 就是一点一点练 所以也有感情了对乐剧 对 就是有感情 所以呢希望是以乐剧为主业 唱歌以歌为福 明白了 那可是对于很多的专业演员也好 或专家也好 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质疑是有的 当时呢上海戏剧杂志社 专门为我召开了一个大型的座谈会 上海有个文汇报 还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逍遥该不该唱歌》 成为了一个社会现象了 对 对 对 后来也没有什么结果 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 已经让大家看到了 也证明了我走的这条路还是正确的 有自己的特点 跟先生学的第一出戏是什么 第一台大戏呢是《盘七索七》 这一段咱们今天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 就要来的舞台上 直顾直领扮上粉末登场 让我们的戏迷朋友们过一把戏 好的 带来其中的 《盘七索七》《洞房》 洞房一车 好 来 掌声欢迎夏娅老师 对 好 来 掌声唤秋雅老师 好 来 掌声欢迎夏娅老师 好 来 掌声欢迎夏娅老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放在哪里 三月泪泪脱流胸 八千句 没走几句 未来岁 送出思索 无心快 三彩走迈 南下海 三五宿杂 三辈子 东面 一代浪雨 一代浪雨 明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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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容易拍得不得 羊子水 咱咒了 三季勇洋水 金色冬包 在夫妻 花早月底 又不再远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夏娅老师 为我们带来的 乐剧《盘棋索棋》当中 洞房一辙 太美了 一下又感觉回到若干年前 我在剧院里面 看夏娅老师的演出 也是在那一秒入戏 一下子喜欢上乐剧 喜欢上影牌了 我相信我这个经历 可能和很多的戏名 是一样的 那夏娅老师来我们节目之前 我们也在网络端 进行了新西的发布 我相信很多网友 也有话要对您说 咱们来看看好吗 好的 好的 好 请看 好 来 先选择一条 嗲嗲 为了情说 夏娅老师的唱腔 很有自己的特色 特别轻柔有魅力 其实我觉得 萧牙老师唱乐剧花旦 肯定也很不错 不知道当初萧牙老师 有没有考虑过唱花旦呢 我觉得花旦的唱腔 比如傅全向老师的 齐雅仙老师的 还有王文娟老师的 也很好听 很有特色 所以我就在空闲的时间 我就自己去学一点 学一点 慢慢的也就学了一些了 那会把花旦的这些发声的方法 它的唱腔的特色 融入到您自己的 影派小声的表演当中吗 有的 这就要说起 副派创始人 傅全向老师了 因为傅老师的唱腔 它是学过美声的 它是非常有爆发力的 所以我后来也是 慢慢的学习这个美声 把它运用到影派唱腔中去呢 我觉得影派这个唱腔 更具这个爆发力 更有穿透力了 对 那傅派唱腔 能不能给我们示范示范 我们来听一听 好的 真好 完全跟一拍不一样了 不一样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留言 八角说 我们都知道 萧牙老师唱功了得 不光影派唱得好 其他流派也唱得有模有样 今天有没有机会 请萧牙老师 也给我们展示一下 它驾驭不同流派的能力 您刚才已经透露了 说当时在戏校的时候 其实什么流派都学的 对吧 刚刚那位观众说的驾驭 我是不敢当 学唱几句还是可以的 为大家来唱几段 这都会啊 那咱一个一个说 先示范哪一个 好 和饭派啊 那一世其当当 我让送你一跪 你看这个声音是宽厚的 太棒了 还有什么流派的 奇雅牙老师是一种哭腔的唱法来的 所以你要细细地去品 特别有味道啊 唱哪一段 有了经有了宁啊 好 一了情 一了宁 你爱心情的都光影 哎呀 太棒了 我听了几个都起来了 太好听了 谢谢 但是这么听啊 这个分散的一段一段 我觉得不过瘾 能不能您给我们串起来 串起来 这样让我们一次听个够 好好好 我就为大家来一段 乐剧的流派连唱吧 好 来 欢迎 欢迎夏艾老师 好 好不好 好 approach 带上雕像高映没没没 谁也都情愿刚擦嘴 直到他好玻璃 车好擦擦沉 谁也都情愿刚擦嘴 朝琼里 我得情愿飞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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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这个造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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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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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